高純度的液态冰毒 市值是11亿港元 香港海关锈占果 破获约45亿台币的安非他命 是香港时尚数量 价值都最高的贩毒案 毒品装成前方这四大牌 看似椰子水的货物 打算蒙骗海关再转运到澳洲 部分的紫箱是有污漬 而在表面上 也都有不尋常的白色症状体 因为可疑的造物 香港海关透过S光检查 发现异常 盖上有白色的结晶体 还有标记 因此采样测试 呈现出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 不只货物一场 香港海关在10月初就发现迹象 先是10月13号一批装程式变压器的货物 从墨西哥运到香港 在机场被拦截 是76公斤的安非他命 价值约1.8亿台币 之后香港立刻跟国外换勤资 掌握了10月25号 有更大比的货毒 要经海运抵港 我们初步调查相信 案件背后是涉及一个庞大的跨国贩毒集团 是来自南美洲 在当地装箱之后 经过极支援回的海运路线 运抵香港 是会转运到澳洲的 香港认为两件贩毒案 都是同一个集团 用云木混珠 息产的方式降低抽查风险 目前找不到澳洲的收公司 在香港也暂时无人被捕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